这个是我们用无土栽培 种的一个播羊酒 带花纹到天瓜 来看一下展示 经常有朋友问我 如果采用无土栽培 那么是肥这一块呢 一个季节 是几次肥料 我问这样的问题 因为大家平时做土壤栽培习惯了 好比说种田瓜 提米料肥 生腕肥 蓬果肥 剃口感肥 每一个阶段 是什么样的肥料 但是无土栽培就完全不一样了 无土栽培是我们只要浇水 都要是肥料 并且浇水的品质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一天可能浇几次肥料 浇几次水 然后实际上相当于一天就使了几次肥料 但是呢 每次浇水呢 实际上浇水量非常非常小 完全 达到了真正的小水青椒 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呢 为什么说无土栽培 省水省肥料 原因在这个地方 因为浇水品质虽然说很高很高 但是浇水量很低 几乎上不浪费 不像我们土栽培 你一亩地一次浇个十几吨水 十几吨下去以后 被利用的有多少呢 很多时候就随着水 就渗漏下去了 渗漏下去了 所以说呢 无土栽培这样的话呢 它有这样的优势 就是省水省肥 然后呢 采用了一个 失控开关以后呢 又省人工 哈哈